大陆直播一哥李佳琪的口头禅 成为这位老师线上教学的范本 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大陆中小学延后开学 但为了停课不停学 不少地区都实行线上教学 老师们也宛如网红上升 一本震惊 但老师您的镜头似乎开到了美颜模式 脸上的筛红效果 让学生根本上不下去 影片po网引起风传 原来这位老师并不熟悉手机的直播程式 不小心开成了美颜效果 甚至有人是懂得物尽其用 不仅拿出了家中的拖把 就连厕所的门也有用途 自己制作的这个小黑板 好硬核是吧 在厕所门 对这厕所门 就算线上仅有12个学生 在听他上课 但也尽可能地搬出家里的东西 当作教材 不过对于偏向的老师而言 光是要有网络 就很费劲 这名中学女老师 拎着椅子拿着笔电 走了一公里 仅为了要找到讯号 线上教学 更有高三的学生 因为家中没网络 他只能每天一大早 到顶楼界隔壁 邻居的WiFi 玩如现代网络版的 凿臂借光 防疫当前 也看见全员动起来 停课 不停血的憧憬 这影片与综合报道